能夠讓大家一起坐在電影院裡面 看它重新上映 你會覺得妹姐她其實很驕傲 自己拍了這樣一部經典的片 我覺得那個其實是滿了不起的 一向成就 但她為什麼可以屹立不搖 在這個位置上面 你其實可以明白 我為什麼 好好喔 寫了下來年輕的身影 好好 不然現在叫你拍這個你不敢 還是說除了李安妮才拍 哈哈哈哈 其他人 李安導演如果你願意拍我 你這全裸就是這樣 對 對 我幹嘛說啊 說李安導演如果你願意找我拍全裸 我當然非常願意 你呢 顏一文李安導演找你 我OK 對 我OK 全裸怎麼裸上裸下裸都可以 對 妹姐你呢 導演 對 為難你了 其實你看到的那個電影 就是大家都是 在同一個年代的人 經歷過那樣的事情的內心 就再重新看到就是 三十年前大家青澀的年代 好珍貴 好珍貴 就是歲月時間不會再回頭 但是 我也很開心在我的演藝錄程當中 我拍到了一部重要的電影 跟一個台灣重要的導演 嗯 因為我們常常有時候比方說要被賦予 就是要主持啊 你知道或什麼的 可是 對啊 腦袋關鍵一下 要很多邏輯這樣串起來對不對 不太會講話 對 然後每次就會說 那個邏輯串不好 然後他都沒有反駁 對 然後我也沒跟他講 我就說 好謝謝你們大家 今天真的很開心 大家團聚在一起 接下來我們就交給中心 對 他就很認分的 然後說 各位 好認分喔 南回有一個醫生 徐超兵醫師 發願他要在南回蓋一個醫院 想要來拜訪他 耶 我進入舞陽隊沒有心靈 生日快樂 生日快樂 耶 生日快樂 這樣像尿筋 尿筋 好厲害喔 阿伯妳們都好厲害喔